在武打电影中,一代宗师可谓是顶级制作的代表 在这部以功夫为基底创作的影片中 精彩的武打戏份和身手硬气的演员可谓是数不胜数 其中最让人惊讶的目过于扮演金楼三姐的演员周小飞 虽然只是一个镜头很少的配角 但是他在影片中的打戏可是十分吸睛 他是与李连杰齐名的国家武英级运动员 曾任解放军八一武术队的队长 这实战能力自然是妥妥的 更别说成为了一名实力派演员之后的他 竟然另劈蹊径发展了五T五指的业务 甚至还劈上了一层编剧的小马甲 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契机成就了今天文武双全的周小飞呢 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位活在现代的女侠吧 周小飞出生于普通家庭而非武术世家 按照成立来想本没有什么接触武术的机会 可这都架不住他有一个爱好武术的父亲 周小飞的父亲年轻时十分热衷于学习武术 但婚后的他却极少有时间去钻研武术 所以在周小飞出生后 父亲就将自己的梦想转移到了女儿的身上 五岁的周小飞女成妇院踏上了学习武术的道路 刚开始他练习铁砂掌 据周小飞的父亲所说 他有一本关于铁砂掌的武术秘籍 练习到一定境界后就可以徒手碎石 只是年幼的周小飞并没有坚持下来 而后年仅十岁的他 就被父亲送到了北京体育学院 自此周小飞才开始系统地学习了武术 每天五点半起床 从基本功练习 练到中午十一点半吃午饭 紧接着就是下午的训练课程 这样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的学习生涯 周小飞持续了整整两年 两年内周小飞不仅学习了 传统功夫中的八级拳 八卦掌 太级拳 还掌握了剑 刀 枪 棍 长拳 短拳 套招等多种武术形式 这是这样 常年艰苦练功 积攒下来的身后功底 让他在全国武术锦标赛上 一举获得了冠军 后来更是被授予了 国家五英级运动员的称号 这样坚持不懈的努力 和赛场上的优秀表现 也要正在筹备新剧的陈勋奇 一眼看中 2002年 陈勋奇导演为给新剧选角 观看了全国武术锦标赛 他一眼便看中了比赛的周小飞 邀请他参演自己指导的电视剧 群英会 也就是从剧中的女二号 哑巴小梅开始 周小飞开启了他的演艺事业 先入陈勋奇公司期间 周小飞前前后后出演了不少武打片 功夫之王中 他饰演了跆拳道教练 敦皇派传人 秋菊 两门女将之《君临如山》中 他又饰演了一代女将杨排风 这两部片子让他在影视圈稍有名气 不过真正让周小飞走进观众视野的 应该是播出后 票房就破了十亿的野分寺 对于电影剧情 观众的评价也许褒贬不一 但是对于其中的打斗戏 观众却是理智拍手称赛 影片中 周小飞饰演刑艺权师傅蒋云来 前期并没有什么武打戏 但是在影片中后期 却让观众们眼前一亮 其中最经典的片段 就是中秋晚会的擂台赛了 当晚 一群身着空手道服的人 突然上台挑衅 就在两个师傅被打下马后 周小飞扮演了蒋云来 当仁不让地走上台 与之进行了一番比划 并接着行艺权的灵活 在挑衅者手下坚持了许久 迎来了这场武打戏的一个小高潮 镜头里的他 武打动作衔接自然 没有大多数片子里 为了呈现效果 刻意快镜头剪辑的感觉 一朝一世间 仿佛带着水流似的际运 可以称得上行影流水了 隔着大屏幕都能感受到 他的功夫底蕴 如此有实力的周小飞 虽然不如 詹子丹李连杰那样著名 但在圈子里却是很受欢迎的 做得了演员 当得了舞剔 在王家卫指导的一代宗师中 周小飞在抽演金楼三姐的同时 还给张子怡做了一回武打替身 为了这来之不易的角色 周小飞跟剧组演员一样 进行了整整八个月的武术 和动作训练 上午七点 在八卦掌老师居住的小区训练 下午赶去北京东三环 陪张震练习八级拳 其实我这训练的八个月 我上午练八卦掌 下午那个王家卫导演就跟我讲 小飞你去陪练吧 我就每天下午陪着张震练八级拳 在那段时间 整个剧组都充斥着周小飞奔忙的身影 也正是她的不懈努力 让原本不会武术的张子怡 在片中呈现出了更完美的角色形象 就拿影片后期 张子怡雪中练武这一部分来讲 画面空灵 四五又四五 可没有人知道 这一幕幕精彩镜头的背后 作为替身的周小飞 浮出了多少的汗水 为了满足王家卫导演的强迫症 周小飞一遍一遍的进行诠释 光是在地面上 用腿将雪扫到空中的动作 就来来回回拍了不知道多少次 这才有了屏幕里呈现的画面效果 镜头里的周小飞 是一名认真又有实力的演员 幕后他还将五T一职 发展成了 袁和平都认可的武术指导 刚刚入门 就被袁八爷为以重任 给他指导的电影 张天志做了武术副指导 要知道没有一点业务能力 可没勇气接受这份工作 更别说在夜晚四中 他还身兼两职 一边拍戏 一边给剧组的演员 进行武术指导了 影视圈中女打星本就很少 女无职更是屈指可数 竟然有知的周小飞 不仅将两个工作高度完成 甚至还有精力 捕捣出一个编剧的新马家 2012年成龙主演的《十二生销》中 周小飞首次尝试了助力编剧一支 2017年 她更是直接成为了《美丽战争》的正式编剧 撇开两部影片褒贬不一的评价 作为编剧的周小飞 确实在努力学习 以求胜任工作 并通过编剧的视角 进一步了解演员这份主职业 不禁让人感叹一句 真是位文武双全的女侠 这样一个文武双全的周小飞 迄今为止 做演员已经近20年了 不断冲出自己舒适圈的她 也然成为了那个 巾帼不让须眉的花木兰 虽然没有在影片中担任过主角 但是在剧中 却能看到她日渐增长的气氛 对于周小飞而言 学习武术 成为她进入演艺圈的敲门砖 为她喜爱的事业 提供了巨大的助力 而出演各种各样的角色 也让她对传统武术 有了更深的理解 两者相辅相成 这才成就了现在的周小飞 相信之后的她 一定可以凭借实力 在演艺圈中 成为炙手可热的女大星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 全部内容 如果大家有想要了解的人物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